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们非常容易心硬化 什么叫心硬化呢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 有些不舒服不开心 然后跟某些人事物 甚至于是跟最亲爱的家人 都常常会有一些不开心 或者跟同事对吧 那这些不开心呢 实际上会让我们的心 越来越想抽离 那也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不想要贴近 不论是贴近对方 哪怕他是我爱的人 或他这是我喜欢的工作 那我们的心呢 就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 会越来越冷漠 或越来越僵硬 这些受害者其实都是自己 说坦白话 然后因为自己受害周围的人 可能多少也都会受波及 于是就是一群受害人住在一起 一群受害者一起工作 这会非常累的 所以当我们在做慈心祝福的时候 至少从我们自己开始 我们无法去管其他人 也无法控制其他人 但是至少我可以掌握我自己 那能够掌握我自己 就很厉害了 我们生活 这辈子活着 能够把自己掌握好 那就很棒了 不是吗 OK 好 所以当我们在做慈心静观的练习的时候呢 把平安 健康 快乐 送给自己 其实 让我们自己 免于心硬化的几率与风险 或者已经心硬化了 至少有机会软化 让我们再把慈爱的祝福送给其他人 是因为我们很深刻地理解到 活在人世间 每个人都是相互影响的 没有任何人 能够免于其他人的影响 那自己也会影响到其他人 对吧 好 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我们所处的环境 是越来越好 而不是越来越糟 对吧 那这个 其实不用一直去 想别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从自己做起 修炼从自己开始 是最实在的 如果一直想要去 期待改变别人 那会很痛苦的 而且也不会得到 因为当你想要改变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是满脑子 想要改变你 不是吗 那在这一集里头呢 要特别跟大家分享 分享当我们在做磁性练习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走再深一点 我们还会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除了平安 健康 快乐之外 我们还会加上智慧 这个元素 我们发觉到 其实有些人 他本来就非常的慈爱 他甚至于慈爱到 不会保护自己 就心很软 然后也很容易 对周围非常非常的善感 所以我们会发觉到 慈爱这件事情 它需要有个东西来平衡 而这平衡的最佳的支撑点呢 就是智慧 智慧它帮助我们 能够看清楚 而且做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才有机会有比较合一的结果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诶 智慧好萌哦 不知道还讲什么 那是因为智慧涉及的元素很多 至少包含了深度的觉察 而且深度的了解 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在这个当下 整体的样貌是什么 而我所处的环境 或我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那智慧这件事情呢 它其实就跟慈爱一样 它是慢慢一点一点培养的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于 已经有了很多的生活的智慧 但是我们不一定 真的有觉察到或意识到 然而我们一定会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会发觉到周围 有些人可能你会觉得 哇 他好有智慧哦 他在做很多判断的时候 或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 哇 好像都好能伺两拨千斤哦 嗯 那这样子的智慧 我们也是有的哦 不要都以为自己没有 我们都是有的 所以呢 在这次的练习里头 我们要把智慧的元素加进来 因为我们会发现到哦 生活真的是由 大大小小的选择所构成的 而这大大小小的选择 其实都涉及到智慧 当下立即的判断 对吧 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其实快乐也比较容易长久 也比较是不会有伤害性的 那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健康也比较容易保住 对吧 嘿 然后周围的环境 你也可以选择 也许对自己比较合一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练习很有意思 我们会把智慧加入 这磁心的练习里头 好 那就跟我一起来练习吧 我们温柔地把注意力 先带回到身体里 感觉一下 当下的身体 你觉察身体里的呼吸 灵受气息进来 去干骨髒 觉察气息离开 去干松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磁心的练习 先把祝福送给自己 愿我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愿我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再把慈爱的祝福 送给所有的人 愿大家平安 健康 健康 智慧 快乐 愿大家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温柔的 我们要再扩展 温柔的我们要再扩展 把慈爱的祝福 扩展给家人 不论彼此的关系如何 愿我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愿家人 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愿大家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再来我们要把慈爱的祝福 送给你在这当下会面对到的人 所以我们会有个你 比如当我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心里头面对到的就是 正在聆听这慈心祝福的你 我们一起来练习咯 愿我 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愿你 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愿大家 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所以如果你在练习的时候 心中有一个对象 心中有一个对象 就可以这样子练习 或者是在一个群体里头 我们可以愿着群体的每一个伙伴 那这个就是包含在这个你里面 那哪怕现在 我还不知道你在哪里 但我心里头 先把这样子的祝福送给你 这样子的你 可以有很多对象 比如在进到公司里头 服务单位里头 可以把祝福送给所有的同仁 在进到公车 捷运 也可以把这样子的祝福送给一起乘车的人 或者进到医院里头 不论是自己要就诊 或者是要去探望病人 我们也都可以把这样子的祝福 送给在医院里头的人 所以持心祝福 是时时刻刻都可以做的 我们就只是很单纯的 温柔的把慈爱的祝福送出来 首先送给自己 然后送给你想要的对象 再扩起到所有的一切的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相互连接的 而且是相互依靠的 于是慢慢的我们会发觉到 在做这个版本的慈心祝福的时候 是把智慧跟慈爱一起做练习 那这样子的练习 慢慢的会持续提醒我们 凶而为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在这个最底层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之外 我们还会有个人的追求 比如事业上的追求 财富上的追求 关系上的追求 这个都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而这些追求如果有平安 智慧 快乐 健康 它才能够成就 不是吗 那这个练习呢 很希望能够大家常常做 这个版本是稍微比较难一点 如果对你来讲有点困难 那就我们回到基本版 那常常做这些练习呢 会对自己的身心转化都很有帮助的 然后我们也会比较 不会被很多外在的纷纷扰扰 给整个拉扯到不成人形 我们在面对很多 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一些自为末节的事情的时候 会更有方向感一点 对自己的人生 甚至于更有一些意义感 慢慢的练习 很希望把这样的慈爱祝福 带到生活里头 就如同我们把正念的觉察 带到生活里头 两者完全是相辅相成的 深深的祝福您 平安 健康 智慧 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